可愛毛小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不少似主還會把他們當家人 但要小心存在人畜共通的傳染病 張華一名十一歲女童 高燒三十九點七度 到醫院急診 還出現咳嗽 流鼻涕 貧尿等症狀 而且尿液混濁有異味 進一步檢查發現確診新冠肺炎 合併梅漿菌感染 還有左側塞豆鼻豆鹽 媽媽嚇壞了 心想怎麼會這樣 誰也沒想到寵物狗熱情清甜臉頰 會變成染病原胸 因為不只女兒生病 就連媽媽也跟著泌尿道感染 醫師表示 全巴斯德菌 主要寄生在貓狗禽類 舉齒動物的口腔 鼻咽呼吸道及腸胃道 臨床發現較少傳染給人類 通常是因為動物抓傷 腰傷或親密接觸 引發傷口或軟組織感染 最嚴重恐怕引發敗血症 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 盧俊傑李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